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我是你們的小編,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Colin McGregor這個名字呢? 幾年前,就算是最資深的格鬥迷,都未必知道這個人是誰。 但是如今在美國,就算你從來不看格鬥的年輕人都會知道, 他是UFC最紅的明星。 他擊敗了門德斯,奪得了UFC宇良級臨時冠軍。 13秒就KO了10年不敗的賀塞,奪得了UFC宇良級冠軍。 2016年UFC官方排名第三,第一是他當時的目標,被稱為哀伊蘭男神的Connor, 模擬很多格鬥迷心中的偶像。 現在的Connor是UFC拳台上的明星,但是他在11年前就不是這樣了。 那時候他跟女朋友住在愛爾蘭首都都拍攏30公里外一個公園裡面, 但Connor那時候幾乎全部都是處於失業的狀態, 全靠女朋友每天努力工作,和他的失業補助金,維持兩個人的開銷。 在愛爾蘭,Connor還很小時候,為了保護一個女生,第一次跟別人打架, 從此他就開始喜歡拳擊了。 16歲的時候,他還開始學習綜合格鬥, 但哪有夢想是可以輕易獲得的? 他亦都放棄過,做過水暖工等等的職業, 但在19歲的那一年,他放棄一切, 決心成為一個綜合格鬥選手。 亦到就是這個時候,他跟女朋友相遇,並且是相愛, 為了他的夢想,女朋友放棄了很多, 他可以不打扮,不去旅遊, 省飲也省吃,報出一切幫助男朋友完成他的夢想。 男朋友不單止每一日都克服訓練,去健身房, 營養也要跟得上, 但女朋友從來都沒有一句怨言, 總是支持他,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得到。 果然在自己克服訓練和女朋友的支持下, Connor在2012年領導了CWFC語量級和慶量級冠軍, 隨後簽約了UFC,成為了語量級的選手。 他在進入了UFC之後,短短幾年間擊敗了一個又一個的選手, 獲得一個又一個的冠軍。 曾經靠著女朋友養會的Connor,亦到一去不復返, 一場有一場的勝利已經為他帶來了數百萬的美金, 而且現在他的身價也越來越高了。 現在的他實現了自己的夢想, 但他就一直都說, 沒有女朋友的陪伴自己走不到今天, 為了彌補女朋友這幾年和自己一起受過的苦, 他時不時就帶著自己的女朋友去Shopping,買買買。 在女朋友無條件供應她的期間, 雷房亦都受到了很大的壓力。 朋友都說他傻, 家人都不支持他, 能夠堅持到那麼久,真是很不容易的。 但對於任何人來說, 不要說11年了, 估計11個月都頂不住了。 儘管女朋友已經看過男朋友無數次的比賽, 但去到現在, 每次見到他在賽場上, 心裏都是無比難受, 尤其是見到被打到鼻青臉腫的時候, 他都忍不住哭出來。 Croner也在媒體上多次表達, 感謝女朋友的陪伴, 果然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個密密付出的女朋友。 兩個人的感情雖然不像童話故事般不害思義, 但是又無比真實, 相遇容易, 相愛好難, 或者相互多些信任, 一些些的理解, 一切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我們應該就立即是那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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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